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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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开我的双手 给你一个拥抱 你影响阳光 展现生命的摇动 展现生命的摇动 因为有你 世界变得更会转动 生命变得更神动 大家好,我是丁松云神父 欢迎收看 拥抱绽放在山崖边的花朵 我最近读到一本很感人的书 叫做 逆风野草 我的生命出路 说它是泥风野草 是因为作者是一位脑性麻痹患者 这本书是他用一根手指头 一个字一个字慢慢打出来的 共有十八万字 写的是他成长的故事 作者叫做张玉欣 玉欣尽管患有脑性麻痹 还依然从中兴中文研究所硕士毕业 现在还是一名公务员每天替大家服务 肢体上的不方便 兼顾着他的灵魂 他却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 努力追求独立自主的生活 并且鼓励大家 勇于克服困难和挑战 我们来看看 他怎样找出自己的生命出路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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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33岁的张玉欣 目前服务于台中市南区区公所兵义客 他目前的工作 就是将资料建档文书处理的工作 玉欣尽能不能把我这份资料 用表格来 用一个图形来表示 所以他后来他就帮我弄 一个圆形图 一个长条图 所以其实残障朋友 他的工作能力是不错的 只是说我们要就他所长来 请他去协助工作 他每一次桌面上 都放一罐饮料 所以我们才问他 你有没有需要什么帮忙的 我们都可以来帮你的忙 他也很客气啦 也蛮好强的 是这样子 生活上事情 他当然都可以自己来的问题 对 玉欣从国立中心大学 中国文学硕士班毕业 毕业之后 考上身心障碍特考 一般行政科高考 工作之余 他开始动笔写自己的成长故事 为什么会想写这本书呢 我的内心目标 就是 才印证说我 其实一个 心里 才真的能力 可以过自己才 养生活 一开始 这本书一共有十八万字 花了玉欣大约一年半的时间 去完成它 写这本书的动机 自然是老师和妈妈的鼓励 一个时钟 我 可能 一定让我 我留在这 书 本经人间 玉欣完成著作 有出版商愿意出版之后 他开始受邀到各个校园去演讲 他除了和大家分享他的成长故事 也把卖书的版税 捐献给中华民国脑性麻痹协会 以及台中市脑性麻痹协会 现在 我们来看看玉欣的成长故事 到了六个月以后 我就感觉到说 很奇怪 怎么 小孩子该出来 出来的动作都没有 有的会翻身 有的会那个怎么样 都没有 他哭的时候就是 两个手就这样 哇哈这样就哭了 他也不会翻身 也不会什么 就这样哭 就感觉到很奇怪 这样 后来就去找医生 医生就说脑性麻痹 这样 玉欣原本被诊断为 幼儿发展迟缓 后来满周岁 才被确定是脑性麻痹症 当时父母亲的心情如何呢 那时候难过是会 一定会 对 那时候是想说 已经 他已经 老天爷给我送给我的 我就要 要面对他 要面对他 要想办法一定要 要找医生 要姐姐 要看能不能治好 没有什么特效药 可以帮我们医生 张爸爸和张妈妈 决定面对上天的考验 开始了找寻 治疗预心的各种方法 找遍了 全省都找遍了 明医 都每天找遍了 都没办法 到最后 就找到那个 振兴医院的时候 那做复健 那他们 从外国回来医生 后来他给我提醒了 你现在不要信任什么 不要听人家讲 什么外国医生 什么什么这样 其实现在外国也是 脑性麻痹 还没有这个药 透霄药可以治的 这样子 就因为医生的一席化 让玉兴的父母恍然大悟 不再坚持要治好玉兴的病 转而花心思在儿子的教育上 张玉兴没有上路之眼 所以我们就用匕首发脚的 我就给他讲 数捷 教他数捷说 一加一多少 一加二多少 这样一 总于一加二 一加一 加二加三 加四加五 一直加加加 加到满了十的时候 他说 妈 不够了 真的不够 我说脚也可以 抬起来比啊 张爸爸张妈妈 没有放弃玉兴 反而决定好好照顾玉兴 更积极 更乐观的去找出对玉兴病情有帮助的方法 陪伴他长大 陪伴他长大 所以成就了今天的玉兴 脑性麻痹的成因大多是因为疾病 最常发生的是小而黄胆的症状 造成大脑部分区域受伤 每个患者所呈现出来的状况不一样 症状轻着可能是做一些动作的时候比一半人较为迟缓而费力 但是还不影响日常生活 但是一些症状严重的患者很可能无法靠自己行动说话 甚至是进食需要家人的照顾了 我们看玉兴在这么困难的身体障碍之下 还能够考取大学硕士甚至成为公务员 这是许多人很向往的人生路途 待会儿我们看看他是怎么做到的 生命变得更神动